高龄化社会趋势 农村长者对照护需求日增 草屯正农会配合政府政策 致力于整合农会周边资源 结合在地农业 打造亲善环境 创造长者在地健康老化 以及快乐老化的高龄生活 因此也获班第二届 全国十大照护有两典范 在课程上面 我们会完全去针对 我们这个农村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像我们 这边我们草屯这边有稻草 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些草边的课程 然后也会教他们去做一些 手作的一些植物 像多肉植物 还是我们去做一些盆栽 甚至我们就跟青龙去做一个结合 让这些青龙来教这些长者 去做一些绿栽培的一个部分 最主要是我们都知道 绿色疗愈可以促进 我们身心灵的一个健康 货班全国十大绿色照顾 奖项殊荣非常的不容易 因此县政府台中改良厂 南投县农会特地签来草屯农会 贴红榜分享喜悦 南投县农会表示 绿色照护站设计多元创新的辅导课程 让高龄者可以在农村找到活力 明年也将辅导 埔里正农会设计多元创新的辅导课程库站 未来若成效良好 将扩大举办 这些在地的一个老人 让他们生活有一个乐趣 还有透过这些绿色疗愈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老化 然后能够照顾到 普及到我们整个农村的一个高龄者的一个改善 那今年的话 他们很荣幸就得到我们时代绿色照顾奖 去年是在草屯 那明年会在埔里 会有乡镇陆陆续续开发照顾站 那明年会在埔里 那后年可能会在其他乡镇 也会慢慢的开发结果 县远唐小芬表示 农村高龄长者神心灵都能健康 对于社会成本也会大幅降低 感谢草屯农会的团队人员们 怎么用心 期许能够继续生根 精益求精 为更多的长辈服务 那不管说是在我们的课程方面 还有我们共食 共餐的各方面 那都有很大的一个 对我们这些长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这一次我们的成绩表现得非常优良 那也希望说我们草屯镇农会 能够秉持这样子的一个 服务我们在地的这些长者的一个精神 那能够开创更多的一些多元的一个课程 草屯镇农会绿教站提供农业疗育课程 长者送餐以及共食等活动 对长者的照顾可说是无为不治 此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